今天要分享的我的心得是谈 听史博士讲孔子的思想与领导之道 他讲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例子 我很感动 跟我们现在的史公卫林在一起 他举个例子 《纸路篇》里面 叶公问政 问孔子这个有关于政治的领导 就是怎么样去领导众论 知识 只曰 近者曰 远者来 就在当地的人都会很喜悦 远番的人都会来 他说举个例子 像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 才会清明 然后就是 大家这个过着就富强康乐的日子 然后远处的 就是异国的人都会来你这个国家 然后你这个国家人才是不积极 然后举例子 台湾现在的政治 就是不准这个不准那个 全部指动国内的 所以那个人才是不是就 是在台湾本土上 这个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这个 大陆本来很穷 非常穷 文革以后 那我们知道蒋经国在台湾的统治时间 领导的时间 我们台湾经济非常繁荣 然后那个 所以这个 这个邓阳平就一句很有名的话 猫润 管白猫 黑猫 只要能够抓到老鼠的猫 就是好猫 那他就 那这边就提到 大陆呢 就像全世界的 华人 的人才 去 去找人才 美国更厉害 全世界的人 都是他的人才 所以像我们留学生 大部分 很少像我会回来的 大部分一到了美国 留学以后 就在那边扎根了 在那边找工作 然后就在那边定居了 结婚生日 那所以基本上 那我是 19 19 89年回来 我在美国待了16年 所以 美国算是我的贵人 我能够环游全世界 都靠美国这边 所以我对这个 美国很了解 我自己 也有美国的国籍 因为我以前 到南美洲 巴西啊 那个我们台湾 走不出去 申请到那边 都已经一个多月 且别的国家 签证都完毕了 我那时候 要环游世界 五大洲 就去 做这个签证 所以我对这个 美国的 这个 富强的时候 强盛的时候 它的一个国家的生产 是全世界的 60%的GNP 的国民所得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好 所以这个就牵涉到 一个领导人的政策 那他就举个例子 有举例 蒋经国时代 因为上有领导人 下就有人才 重要的人才 他就举了一个 很重要的例子 他举了三个例子 一个是那时候 行政院长 孙玉贤先生 跟他的关系 因为石波市也是从 世界级的机翼公司的 高阶主管 专门负责 这个制造程序的 自动化 他等于是 赵耀东 做经济部长的时候 就是到全世界 就把留学生 请他们找回来 就像现在 就像过去 这个对角平 就召唤全世界的留学生 中国的留学生 回大陆 搬大陆去 开拓西北大 西北 那赵耀东 也是这样 三四年前 就到 就说服 石波市回来 然后 石波市 为这个台湾 这块土地去 发扬官大 那所以呢 那个 孙玉贤 他就很感动 他说回来 石波市回来 只是 还是很年轻的 一个学子 然后是世界级的 专家 然后 他说要自动化 然后那个 孙玉贤的院长 就说自动化 以为大量生产 石波市 三十年前 他说不是 少量自动化 就是现在 他们走的是趋势 世界的趋势 你看我们到现在 还是量身自作 少量的自作 自动化 那所以 后来 这个 孙玉贤 后来中锋 做轮椅 石波市去探望他的时候 他还亲自 送他到门口 然后还特地 从门椅上站起来 他就承认 他说我们是 思想观念 落伍了 他就说 这个 他的 他的 真的是一个 大臣的风范 他承认 自己的错乎 这对他来说 是很感动的 这一件事 那另外呢 他说这个 赵耀东 他 当奖金国 要吸取他 来做国营事业 中干的时候 赵耀东 不是说不行 说这个国营事业 这个政策 太腐败了 如果不让他 破釜沉舟的 不要照国营事业的 规定去做 他就不做 就隔了六个月以后 奖金国 想这个国家 一定要发展 一定要新的方式 所以六个月以后 奖金国 就同意他 用他自己的方式 结果呢 赵耀东就把中干 变成世界的 最有竞争性的干铁 制造 在任内完成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好的领袖 就能够有这个容量 包容好的层子 那另外就谈到 李国鼎 刚刚提到这个 他跟石波士 提到他个人 这个和李国鼎的 这一块的际遇 这边他说 像孔子说 君始成以理 就是这个领导人 要对于他所行的 很多的政策 他会去运用他的 属下的优点 去把政策方面 能够让他的角度 更广泛 看得更远 更高 更宽 他举例 他说像米国鼎 就常常会 跟他请教 很多的 发展国家的 这块生产力 的经 的 后进之学 因为他那时候 他以为他一两年 回来台湾做的 这个业绩 非常好 整个台湾的生产力提高 提升了很多 整个中小企业的 这一块已经成为 这个 两年内就已经达到 台湾的自动化 的教父 讲的是十四亿博士 那我们也知道 李国鼎也是台湾的 科技的教父 所以今天有 现在的科学园区 这个李国鼎的贡献 对我们国家很大 李国鼎就 就藏扬史博士 就说你 像你这样的人才 又具有前章力 又有组织力 又有执行力 又有专业的 这一块 这个很难找 即使找到了 就是要三四个人 才抵得上 即使找到了三四个人 他们之间能不能同心 磨合 去完成 又不可能的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赞美 欣赏史博士 那我们看到 另外呢 这个赵耀东 他怎么重视史博士 记得台湾二十几年前 一直在谈这个大汽车厂 跟这个丰田 那几乎那时候成立了 那时候呢 这个蒋经国 已经内定他 先内定史博士 先做副总经理 五年以后 升任总经理 因为是台湾跟丰田 合作的大汽车厂 那后来来一个政治风暴 就是说这个大汽厂 大汽车厂一年生产三十万 里面一定要有十五万 必须外销 不然就 大家就有意见 就不准这个大汽车厂成立 然后赵耀东就亲口 就问史博士 跟史博士问 说你不要管我赵耀东的政治生命 你老实告诉我 这个能不能做 十五万外销 史博士说 我不会去当这个大汽车厂的副总经理 因为十五万外销在那个时候 根本是骗人 而且不可能的 那政府不能骗老百姓 所以他说 就那时候赵耀东就问他 那怎么办呢 他说那就发展汽车零件 他说那史博士说 但台湾的汽车零件 能够完全的发展出来 他说像今天 这个汽车零件 台湾的生产量 已经超过一连三十万辆的汽车 他说所以了 这个领导人跟属下之间 包括他自己 大家都要讲真话 这个在做事的时候 不能再谈政治 也不能欺骗百姓 怎么样是对国家最好的 最重要 他这边谈的都是领导人 很重要的这一块 然后最后谈到孔子 让这个社会 孔子的思想 我们可以用在整个台湾 现在的社会 因为现在全世界 大家都没有信心 连银行之间 也是以赚钱为目的 万掉了它 要保障社会安全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 你看到基本的最精髓 他也忽略了 然后包括美国不断的印钞票 现在日本也在印钞票 人跟人的信任瓦解了 他说唯有不断的发展 我们自己的智慧 孔子的领导学 让饶者安之 少者怀之 大家朋友之间信之 这个信任是领导里面 很重要的精髓 没有信任 这个人与人之间 没有信任这个世界 和这个社会 都会瓦解 早上醒来还想到 我爸爸这么伟大 我都不知道 虽然我也练了孔子 我们一点都论文语 那个史博士 他的演讲 最后谈到 这个社会 是实行的孔子的 这个哲理的领导学 从上到下都有学 的话 这个社会的文化 企业的文化 就信心一定产生 所以老者安之 少者怀之 这是多么重要的 一个信任的领导学 我就很感动 1989年 我跟我爸爸妈妈 第一次回福州返乡 去看我们的家乡 那我爸爸就说 人生的命运很难讲 我们在1949年 这个跟着老讲 我们就到了台湾 那我们这个下一代 我们是最好的 婴儿潮的时代 就是在大陆文革的时候 我们有复兴 谈文语梦子 我们都 在我们的教科书 都有在中国古老的智慧 都在这块 扎根 教得很清楚 爸爸说人生的命运 他做军人 他也是听上面 他说很多的 他的朋友 同样的环普 没有去 小孩的教育 在这个 三四十年 就差得很远 所以那次是我爸爸 第一次的返乡 他非常感慨 所以他就 捐了钱 爸爸一生 他都非常刻苦 他给自己的使命 就是先确定 我们每个小孩 都能够变大学 然后我们每个小孩结婚 他要给我们每个小孩 移动繁衣 这个是最近才告诉 最近几年才告诉我 这类型很感动 可是那个时候 1989年 爸爸说 他要盖一个章 他要捐钱 要重建 这个章是中式 那我问他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我感觉 爸爸的思想非常传统 以前我任我爸爸 很功利 结果爸爸说 这个战争 这个战争啊 这个大家流离失所 就是 都家破 人玩 很多的人都走掉了 所以 他在这个 张寺里面 就会有三四百户的人家 可以把他的 祖先的牌位 摆在那边 他这个感觉 中国的传统 可以留下来 就是在 他人做的范围 我说 那会怎么样呢 因为我在台湾 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一块 他说 老者安之 少者怀之 把这个战争的 大家的失落 可以抚平 那我今天早上 忽然想到这一块 我发觉 我真欣赏 我自己家里 我的爸爸 他的身教 就已经做到了 他一生的刻骨 他自己过得很节俭 他重要的 他这个人生的使命 对这个社会家族 他做到了 我现在年纪大了 我回过来想 他1989年 他1991年 盖好的时候 我跟我老公 还从上海 飞过去 跟我爸爸妈妈 见面 在现在 更珍惜这一块